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一支影片爆紅了 那是最近夏威夷舉辦的第13屆太平洋藝術節 夏威夷的原住民主持人說 你們台灣的原住民是南島語系的發源地 你們更像我們,而不是更像中國 這邊說的是中國那邊的民主 當場受到台灣參展的原住民熱烈反響 馬上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那看完這個影片我們可以得知 在疫情之前啊,紐西蘭的毛利人 也會定期的來花蓮參加南島語族的交流活動 尤其是跟阿美族對吧 那他們也提到跟阿美族有些東西是很相似的 那這個就跟先前住在花蓮玉里夏德武部落的舔貢女阿美族 形成強烈對比 這位女阿美族還跑去中國接受黨媒採訪 今年6月份的事情嘛,對吧 他說福建才是南島語系的根 然後我來這邊我才發現 南島語族是從福建東南沿海 去去到河灣 跟我們教科書教的完全不一樣 差很多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是符合邏輯 我做的事就是尋根 顛倒是非,胡說八道 好啦,按你這麼說毛利人夏威夷的原住民 還有印尼等原住民全部都是中華民族啦 對吧,都是中國的南島語族啦 既然都是中華民族 那南島語系也是華語的一部分囉 阿美族也是華語囉 夏威夷原住民的那種夏威夷語義也是華語囉 因為按你這麼說的話,華語是任何的中華民族的語言都可以叫華語 對不對 那俄羅斯語也是華語囉 哈薩克語也是華語囉 朝鮮話也是華語囉 因為都是你說的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嘛 你要不要聽聽看自己在胡說八道什麼 而目前中國的災起納 廣東廣西福建地區都退水了 那先說說福建啦 昨天中共央視去福建現場擺拍 只是擺拍了一個小區塊的救災 工作 擺拍完之後就宣布救災完畢 撤走了所有擺拍的人 什麼工部門啊 救災的那些官啊 對吧 只留下民眾自發性的收拾殘局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2024年6月20號 災後第4天 現在時間是8點多 我們這個位置是在正政府眼皮子底下 這個就是上正政府的路 昨天那個央媒或者是 各地的記者來拍完相 今天就停止工作了 不用幹了 這就是救災 這個是我們是重災期的重災期啊 他們就這樣來對待 現在政府啊 太過分了 我們這邊沒辦法工作裡頭 全部都是 怎麼說啦 就是我們裡頭沒辦法工作 室內全部都受衝鋒的啦 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市道 很多粉紅 還有舔工的台灣人都說 我去過上海一趟 發現台灣太像中國的農村跟現成了 你什麼時候看到我們台灣的城市 下雨 或者是颱風來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的 是這個樣子的 農村農村耶 你中共自己都證實啦 是暴雨中洩洪 你上游雖然都是半夜才發出來的通知 還延後通知 但你確實有發這個通知 對吧 而且水退的時間也是你停止洩洪的時間 這種人為的災難 全部都沒有國賠 十幾年來了 沒有 中共為了賺取水力發電量 以及灌溉水的費用 寧願在得知氣象報導後 可能五天後要下暴雨 你寧願多賺那五天錢 你也不願意少賺那五天錢 然後讓災後的民眾可以大幅的降低他們的傷害 你不要暴雨中快滿倉才洩洪 這就是中共統治下的政策啊 到底為什麼還有一堆台灣人 認為中共自己下的中國是美好的 這些只是發生在什麼鄉村農村 你知道前幾年不是在鄭州發生那個淹沒下水道 那個時候鄭州旁邊的水庫也是在暴雨中洩洪耶 如果連鄭州市這麼大的城市都可以下雨被淹 你不覺得中共的建設太可怕了嗎 到現在完全沒有交代沒有國賠 我們來看這張圖 廣東梅縣啊這個殘垣斷壁啊 上面還拉著什麼大學生畢業殘軍 有政策有福利有待遇有前途 對啊 你的有福利是哪個福利 水上漂的那個福利 還是拿到東西拿到利益的那個福利 先不說中共軍人的薪水條件 遠遠低於台灣軍人啊 這種水患的畫面 配上這個橫幅 你們各位不覺得諷刺嗎 我們再來看廣西桂林啊 民眾都在封搶物資 搶救物資 中共官員擺拍完之後 就躲起來吃香喝啦 這就是偉大復興 而且中共還宣布說 要調集三萬的救災物資 你看三萬件中有多少 是會被拿出來擺拍的 有多少是可以到災命手上了 有多少是會被高價轉售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還有1200多人昨天被困在桂林醫院 而大家都為了搶謹慎的物資 大打出手 我們再帶大家來看這段畫面 你知道這件事情如果在現在的台灣發生會怎麼樣嗎 會很慘 政治人物會非常非常非常的慘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大家都把貓頭啊 在互害在封搶物資政府都沒有錯 我們要感恩黨感謝黨 要統治台灣 讓台灣人過上跟我們一樣幸福的生活 而這也是田工台灣人希望看到的 這個就是互害社會啊 因為他們一直在這樣的情況下長大 慢了一步就會被搶 東西就會被搶 他們可能嘴巴上喊著相信國家相信政府 但他們心裡都非常明白 都是心知肚明啊 政府分配那些都是假的都是騙人的 所以你才可以看到為什麼疫情期間啊 政府說啊大家不用怕 我只封一天啊我可能也不會封 結果民眾封搶物資 政府說不用搶物資物資管夠 沒有人相信全部都封搶對不對 因為我不相信政府 雖然你嘴上是我愛黨愛國 而有時候啊 確實黨也會給你啊 會給你一顆蔬菜啊一顆高麗菜 你就要感謝政府感謝黨 像其他省份捐來的免費物資啊 可能高價賣你 所以他們才會封搶嘛 這個其實大家如果去過中國坐過中國的地鐵 你就知道了嘛 對吧 連地鐵都可以搶成這個樣子了 你就更不用說其他層面了 台灣是博愛做的要做還不敢做 不然就是寧願站著空一格 也不要去坐那邊對吧 還有中國網友自嘲啊 我自己都變成兵馬俑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像是黃昌的生村鄉跟少年鄉都地啊 一樓都被給煙幕了 很多高壓電線也被沖走了 我覺得各位繼續裝箱沒有關係啊 還有人說他奶奶也不知道去哪裡 因為他奶奶住一樓 現在感覺不知道他奶奶飄到台灣海峽都不知道 或是飄到南海 看看中共現在缺錢缺到倒查30年的稅 原本江湖溫時代承諾的包稅制 跟一些福利政策補貼 寬裕政策 現在你全盤卜認 塑及機網還要補稅 你看看這一兩個月要倒多少家中國中小型企業 要有幾家申請破產 有一點消息跟人脈的都知道 中國好多地方的中小企業已經被搞掉了 他們現在紛紛要申請破產了 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電商平台也是 但是啊,昨天影片我們細講過了 這不是逃稅的問題 而是莫須有補稅的問題 對吧 而國民黨還敢拿中共的憲法來護航 真的是比較搞笑耶 你叫中國人大去成立8964調查委員會啊 你叫他去成立李克強支持調查委員會啊 你叫他去成立李尚福勤 剛剛為什麼會消失的委員會啊 你叫他去調查中共高官兒女財產 為什麼在歐美日韓 為什麼會有永居 你去查這些調查委員會啊 習明澤在哪 你去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啊 一個司法都沒獨立的國 這就不要拿這個來舉例的丟臉死了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法學院的教授是怎麼說的哈 關於這個稅井合成作戰中心的事 這個作戰 大家都知道它的中文含義 對吧 打仗嘛 打仗就是敵人、朋友、戰友、區別 那麼中國呢是一個人民民主捐贈的國家 那當總書記講呢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而誰是人民呢 只要是中國人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 你有了收入 你有了消費 那麼你就有納稅的義務 你就是納稅人 這麼一大群人 是構成了中國公民 也叫人民群眾的主體部分 現在納稅人成了作戰對象 成了敵人 這就嚴重的違反症 依法徵稅 別人講個最簡單的 你看個性五星 偷漏稅說得多得很 為什麼他們不是敵人呢 現在經濟下行 企業都很困難 有的企業的確是 交稅的話就活不下去 那怎麼辦呢 我們應該充分考慮的 是放水洋 讓這些兵於困難 生死邊緣的企業 讓它活下來 活下來至少能解決就業問題吧 對吧 稅收欠了 可以在那經濟好的時候 讓它補交 而不是把它打死 所以講 現在在搞這種 稅井合成作戰中心 是嚴重的違憲 當然啊 這位教授律師不能說得這麼明白 這些企業有多少是被莫須有的要補稅 因為中共缺錢 又有多少是真正的逃稅 而這種大實話 只能由我們肉身在牆外的人說 連他都承認了中國經濟不行了 對吧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有小粉紅 持續在吹中國偉大復興 還有舔共的台灣人 在那邊吹台灣要統一 因為中國很棒 中國很進步 還有去那邊想發展的台灣人 我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你們不要哪天被鐵拳 又跑回來台灣享福 不要等到空氣被抽走了 才意識到 哦原來民主自由這麼的珍貴 這麼的重要 我平時都覺得它是理所應當的事情的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爸的下次見了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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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